發生這件事情我覺得很抱歉 我也跟我們官兵 致上是一個歉意 目前最快的沒有辦法 就是從今天開始 我們派專機先做這個運輸 我覺得他一直在等待 就我們看這邊有什麼 讓他師出有名的一個理由 例如 例如說有別的國家高層到這邊來 那就是類似像去年Lancy Pelosi議長來那樣的狀況 這一類的 還有就我們國軍跟外面如果動作再太頻繁 動作是說跟其他國家軍事交流頻繁的時候 我覺得他都包含在裡面 那如果照這樣講的話 這個這樣子的情況是發生機率不低 是不低 好那剛剛一開始講的就是 包括我們在馬祖外島發生的 那個包括部隊這些事情 將軍跟仁俊兩個人都出身軍旅 仁俊我們今天擊派C1戰鬥運捕馬祖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如果兩位從部隊軍旅出身 你們看到你們會怎麼想 其實我第一個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因為這個照片出來 對在沙山上次 我以為我看到湯姆漢客你知道嗎 漂流荒島之後 浩劫重生 浩劫重生 哪一個排球一天到晚在講話 這是我第一 對這是我第一個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第一個的直覺 我講一下 因為這次有民眾他拍了 拍了這個照片 說在沙灘上面 有這個看到這幾個字 那其實上面那個寫說不要罐頭 下面寫說馬房部的火房煮菜是白飯 那另外還有一個寫說馬房部的火房都沒有肉 那肚子餓都吃罐頭泡麵 你如果看這兩段文字的時候 你會大概第一個直覺 這應該是在服役的阿兵哥寫的 要不然就是軍人 反正應該是軍人 不然他怎麼會寫馬房部 跟這個所謂的火房 因為這個一般民眾不會用到馬房部 雖然那個地方 其實老實講 那個地方真正居民應該不多 那有一些是從這個什麼東局西局 大家有時候去那邊觀光或什麼 會有這個交流這樣 那拍攝這個民眾 他是強調說他本身不是軍人 他是剛好拍到這個 那可是我就講啊 就是說這整件事情 其實我第一個 另外一個更好奇 我想將軍在馬祖待過 我們馬祖所有 不管是 尤其像這個所謂的離島的部分 他所有的崗哨是這樣 就是他所有的監視視角 基本上這個崗哨跟這個崗哨會重疊 所以他一定看得到整個島的狀況 你今天有人在沙灘上寫這個 你的崗哨是大家覺得說沒關係 寫就給他寫 我不知道 因為你光看就會覺得很怪 你今天沙灘上有人寫這些東西 你今天阿兵哥不會去回報說 到底是誰在那裡寫字 這個老實講 因為你建議狀要立即反應嘛 也沒有反應 所以看起來是不是說他的官兵 真的也覺得就是說 好啊寫就寫出我們的心聲 好他的講法是這樣 說因為運捕的問題 說已經有這個二十天左右 沒有運捕船到那邊去了 所以他們沒有新鮮的肉啊 這些可以吃 那這一段時間吃的都是什麼 你知道都是吃罐頭 我講齁其實在做可能女性可能不太知道 軍中的罐頭齁 其實到後來在那個福利品店 很多人是搶啊 因為他們就覺得說那個很好吃啊 或幹嘛 尤其什麼牛肉罐頭 可是這是兩件事情 為什麼 你看邱國正今天的說法 你剛剛問我說 我看到他說立刻派腰山洞 其實我第一個直覺就是 阿前面在幹嘛 為什麼前面不派 他說有嘛 防部有跟他們反應說 因為他們跟民間 因為他是租用那個運捕船嘛 那有因為維修有壞掉 再加上海象的關係 所以導致他沒有辦法運捕 所以這段時間裡面 他們是用罐頭 那我就必須講 一般其實大家會認為說 軍中如果你買得到新鮮的食材 除非你是因為戰備訓練的需要 你特別去要求他訓練 否則以我們主腹食的供應來講 基本上會先吃新鮮的食物 罐頭類一般來講 我們認為是那個叫戰備用糧 除非你是真的不見 那所以你今天這二十天去告訴阿兵哥 講說我們都吃罐頭 那對他來講 他即使常態 可能在部分訓練時間的需要吃 也不見得吃到這麼長嘛 所以當邱國正今天說 他把藥商派去 而且說怎麼帶著5.2噸的肉 可以吃個十天之類的 我覺得對於一般民眾來說 他會覺得很納悶 這個事情 我們還在跟人家講說 你到軍中裡面去安心服役 結果一個台灣本島說買不到蛋 結果說馬祖說吃不到肉 我覺得那個落差很大 他當然形成落差很大 我今天錄影之前呢 其實我中午的時候 打電話到馬房部去 我特別找了馬房部的發言人 我想了解一下這個狀況 到底是怎樣 但是我跟他聯繫的這個過程 其實有點斷鑽續續 因為他告訴我說 因為這個海底電纜斷掉的關係 所以他們通訊不是很 不是很清楚這樣 所以我一次天 就是這中間沒有辦法 可是我覺得對於一般民眾來講 現在的問題就回到了 當然我覺得對於戰備訓練任務來講 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阿兵哥怎麼那麼在乎肉 你沒吃到新鮮的肉會怎樣 我覺得有一些民眾會這樣說 可是對於一般的民眾來講 會覺得說 如果今天國防部發現到這個 而且邱國正有保證喔 說接下來只要他在任內 是不會再發生這件事 那表示什麼 是可以處理的 是可以因應的 如果今天我就大貨問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沒有這張照片 罐頭要吃多久 我覺得這很直接 我們過去在談馬祖 這個離島運輔的這件事情 其實不是沒有被談過 那時候甚至都還可以 跟我們民間去協調 就怎樣你知道派直升機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用這個 用船來運輔的時候 你都可以有因應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邱國正今天這個回答 當然他講的是說 以後不會再發生 而且他也了解他說 他能夠阻止這個官兵 表達他的心聲 但是為什麼會用這種方式來表達 他也講說要折成馬防部 應該要再去了解 而且必須要做好這些相關的事 那可是大家會覺得 如果今天沒有 湯姆漢克斯跑出來寫這些字 那這個情形會持續多久 可是這件事情 將軍在網路上也有 也有兩種不同的一些論證 也有人講說 那個寫出來就讓老共知道 包括我們的運輔的一些問題 包括我們的軍事 心心士氣的一些的問題 他會有這樣一些的考量點在裡面嗎 我覺得這個問題 我在馬祖待過 我有沒有超過半個月以上 斷運輔 有賀博颱風 我在馬祖光碰到賀博颱風 所有航班全斷 我們連罐頭都快吃完了 有沒有人抱怨 沒有人抱怨 沒有人抱怨 所以我說這個事情有兩個面向來檢討 第一個 那個舉光的這些軍官這些幹部這些指揮官 他舉光的地區指揮官少將嘛 少將指揮官做什麼處理 沒有肉是只有兵沒肉吃嗎 長官有沒有肉吃 老百姓有沒有肉吃 如果全島都沒有肉吃 沒有人會叫 那就表示不軍嘛 一定老百姓有在吃 長官有在吃被兵看到了 我們都沒肉吃白飯 你長官怎麼吃這麼好 為什麼老百姓有肉 老百姓有肉 為什麼居然沒有肉 這才會產生落差 所以我才說 邱國政不是一妹的道歉 你要查 到底為什麼 是不是不軍 是不是阿兵哥出去的時候 到這個平地 到了一般的這些老百姓家 他們怎麼有肉 長官的房間怎麼有肉 長官的餐桌上怎麼有肉 這才會產生這種落差 如果全島都沒肉 那叫什麼 同島一命 沒話講 絕對沒話講 第二個合約的問題 後來馬祖開放戰力政務之後 這些運補的冷凍船都是簽約的 冷凍船出了問題 這些冷凍船 他沒有別的辦法運過去嗎 為什麼要派國軍的C13洞 那這個約簽假的嗎 那這C13洞 要不要跟簽約的廠商索賠 所以我覺得處理的差 那不是光說我 我運了多少頓的肉去 那第三個 我假設是全島都沒有肉吃 這些字不是阿兵哥寫的 是老百姓寫的 因為老百姓不敢講啊 老百姓很多運補 如果是跟這艘輪船 是一起運補過來 那軍方沒肉 他也沒肉 所以是不是忍不住就寫 否則的話 怎麼會有阿兵哥可以到海灘邊 寫那麼大的字 我們以前在馬祖 這個服務衣的時候 海邊我們不能隨便去 大必要認為說海邊誰都可以去 放假的時候 我們就穿個游泳褲到海邊玩 不行 越是軍人 你越不能到海邊 那個海邊的沙灘 你只要一去馬上掃索 就叫你離開 哪裡有那個空寫這麼大 而且還寫在潮水碰不到的地方 還被人家拍照 我覺得是不是舉光指揮部 你的羅斯松了 這太離譜了 今天可以去跟你寫沒肉吃 明天就可以寫解放軍解放舉光 你怎麼辦 如果今天不是寫沒肉吃 是在那邊寫一個 解放軍明天早上八點鐘 解放舉光 大家等著瞧 那這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 這不是一個沒有肉吃的問題 是紀律問題 這個外島的紀律 鬆弛廢弛太平觀當太久了 就像上一次 不是東營有那個無人機嗎 我也狂罵 我打下來啊 最後打下來了 那這是怎麼回事 這個觀測所的人要不要辦 所長要不要辦 負責房區這個沙灘的營長 要不要辦 這根本是軍紀廢遲 求這道什麼欠啊 沒肉吃就翻臉了嗎 沒肉吃就造反了嗎 沒肉吃就不守了嗎 所以國防部從招募開始 從狀況處理開始 這嚴重出了問題 招募不跟他說不會打仗 太平天國時代 大家進來四年存一統經 然後又可以念大學 又可以外散術 有多爽 不要講爽 你招募要跟 而且馬祖都是自願義士兵 馬祖不是服役的 絕大多數自願士兵 這些士兵有沒有同島一命 這些士兵有沒有跟中華民國 生存與共的決心 沒肉吃就寫了 我寧可相信這個是被 有一心人士去寫的破壞軍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單純 邱國正不要認為說 給了肉就沒事 如果馬祖前線 今天舉光是前線中的前線 為了沒肉吃就寫這樣了 明天寫解放軍解放舉光 你該怎麼辦 再道歉嗎 所以我覺得 政戰部門 保防部門 守第一線的海防 負責觀測的人 全部失職 這才要辦 不是光給肉就算了 給肉我告訴你 我在馬防部 賀波颱風 十八天沒有運捕 沒有人嘛 我們連罐頭都快吃完了 照次怎麼辦呢 大家同島一命 就遇到了嘛 這只是颱風 如果打仗比這海慘 如果連這個你都忍耐不住 還談什麼保家衛國 還談什麼同島一命 這點我覺得 我要對國防部提出 嚴重的糾正 不是道歉 而是要展現 對於這個狀況 清查捍衛國家的決心